耶利米书第33章 耶利米还监禁在卫兵院子里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 那创造、塑造和坚定大地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这样说 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 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 论到这城里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殿 就是为了抵挡敌人的攻城图类和刀剑而拆毁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这城的居民出去和加勒底人征战 就必使这些房屋充满死尸 就是我在怒气和烈怒中击杀的 因为他们的一切恶行 我颜面不顾这城 看哪,我必使这城的伤口痊愈康复 我必医治城中的居民 并且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 我必使犹大贝鲁的和以色列贝鲁的都归回 并且建立他们像起初一样 我必竭尽他们得罪我的一切罪孽 并且赦免他们得罪我和背逆我的一切罪孽 这城必在地上万国面前使我的名声 得喜乐、得颂赞、得荣耀 因为万国必听见我向这城的人所施的一切福乐 他们因我向这城所施的一切福乐和平安 就都恐惧战惊 耶和华这样说 论到这地方 你们说 这地荒废 没有人烟 也没有牲畜 但在这荒凉 没有人烟 没有居民 也没有牲畜的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再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还要听见那些带着感恩祭到耶和华殿的人的声音 说 你们要称谢万君之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至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归回 像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这荒废 没有人烟 没有牲畜的地方 和这地所有城中 必再有牧人放羊的牧场 在山地 高地 和南地的各城 在遍崖敏地 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各处 以及在犹大的各城里 必再有牧人 数点 经过手下的羊群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实践我向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应许赐福的诺言 在那些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益的苗艺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 施行公正和公益 在那些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这城必被称为 耶和华是我们的公益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大卫家必不断有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王位上 立位人的祭司 也必不断有人 在我面前献上 烦祭和烧宿祭 献祭的事 永不止息 耶和华说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若能废掉 我所立白昼和黑夜的约 使白昼和黑夜 不按时更替 就能废掉我和我仆人 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 在他的王位上做王 也能废掉我和那些 侍奉我的立位之派的 祭司所立的约 我却必使我仆人 大卫的后裔 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增多 像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 海边的沙利不能斗粮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没有留意 列国的人民说什么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 这两个家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藐视我的子民 不再把他们 看为一个国家 耶和华这样说 我若没有设立 白昼和黑夜的约 或立定天地的定律 我就会弃绝雅各的后裔 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从大卫的后裔中 选人出来统治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后裔 我却必使他们 被掳的人归回 也必怜悯他们